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一个女子的肚子变得越来越大 当她去医院检查 医生却说她没有怀孕 这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发生在一个20多岁的小女孩身上 这个女孩名叫凯蒂 凯蒂和她的男朋友已经在一起10年左右了 一天凯蒂发现自己的肚子日益变大 变得圆滚滚的 身材并没有什么变化 通过肚子的变化 凯蒂认为自己可能已经怀孕了 这个消息无异于当头一棒 因为他们还没有做好迎接一个小生命的到来 不管如何猜测 他们打算必须去一趟医院检查身体状况 并确认是否怀孕 然而最奇怪的是 经过医生检查 凯蒂的认诊实验结果为阴性 这表明凯蒂并没有怀孕 这结果对夫妻来说很是惊讶 他们觉得这应该是误诊了 肚子这么大 怎么可能不是怀孕呢 并且凯蒂能感觉到肚子不舒服 于是他们决定换给医生 继续检查一遍 凯蒂的脑子里已经开始有一些可怕的想法 例如自己生病了 她感到害怕 当医生感觉凯蒂的状态不对劲后 她打消了她的一系列想法 却为她情况不会那么糟糕 因此凯蒂开始忽略肚子大带来的忧虑 因为就算如此也并没有影响到自己的日常生活 时间久了凯蒂对这一切感到疑惑 她不禁想知道为什么没有怀孕肚子却大了 所以发生了什么呢 凯蒂虽然不相信医生的话 但他们是专业人士应该清楚 她再一次想起医生的话 除了她没有怀孕之外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是因为怀孕 肚子这么大根本没有办法隐藏 因此很多朋友关心她的状况 面对不同的人询问身体状况 凯蒂每次不得不解释 经过医生检查 自己只是超重了 尽管这个说法也很令人讨厌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凯蒂都挺着一个大肚子 在街上蹒跚而行 有时她对自己的样子感到尴尬 因为掩盖这个肚子 凯蒂不得不去孕妇装去买衣服 日子一天天过去 体重也逐步增加 这个体重状态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 还伴随着呼吸问题 活着无力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凯蒂知道是时候寻求他人的帮助了 她去医院就诊 医生告诉她 可能是她正在服用的药物 导致这种筋疲力尽的情况发生 医生还表示 可能与平时的生活习惯有关 当凯蒂停止服用药物后 那种状况并没有改善 显然问题不在这 于是凯蒂打算换个新医生 她对新医生说自己真的可能怀孕了 但当时检查结果出来 依然显示违因性 之后 凯蒂决定进行第二次超声波检查 检查过程中 医生露出不一般的神色 凯蒂觉得问题并不简单 凯蒂开始惊慌了 她的男朋友在旁边不停的安慰她 而医生那边 他们看着超声波屏幕 上面一片空白 很明显她的肚子里并没有婴儿 但她的肚子里有别的东西 当知道事实的那一个 凯蒂意识到自己可能处于危险中 必须进入CT扫描 以深切了解 在等待CT结果的时候 医生告诉凯蒂 她的身体里有一个很大的卵巢肿化 凯蒂听到这个消息很震惊 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卵肿 必须采取一些措施 抑制她越变越大 其实就连医生专家也没有见过类似的大肿块 凯蒂感到震惊 通过和医生专家的交流 凯蒂知道手术可能是唯一一个实行的办法 凯蒂最终决定做手术 因为病情原因 医院建议凯蒂先出院 凯蒂在这个时候非常想要有人陪伴她 于是凯蒂决定把手术的事情告诉了亲人 在和家人通过电话后 她的母亲来到了身边 不过遗憾的是父亲没有来 不过凯蒂已经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了 距离手术还有四个星期的时候 凯蒂的肚子也一直在变大 医生告诉她 可以开始做手术的准备了 手术当天 凯蒂非常紧张 医生们竭尽全力挽救着凯蒂 虽然凯蒂一开始很害怕 但结果是值得的 手术后肚子平坦了 她终于再也不用忍受之前的生活状态了 现在她的身上虽然有疤痕 但她重生了拥有了新生活 她的家人在凯蒂做手术时 也一直陪伴在身边 凯蒂也很高兴 自己能够回到自己最开始的状态 此事被传到网上后 很多人不相信 有人的身上竟然有如此大的囊肿 幸好经过手术 凯蒂终于回归了无忧无虑的生活 有网友说 身体上出现异常状况 真的要引起重视 从上述的这个奇怪现象中 我们可以知道身体健康是人生幸福的源泉 健康是生命之机 是人生幸福的源泉 健康不能代替一切 但是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 要创造人生辉煌 享受生活的乐趣 就必须珍惜健康 学会健康生活 让健康成为幸福人生的源泉 人生是否幸福 或许有很多的衡量标准 而健康永远被列到第一位 失去了健康 没有健全的体魄与饱满的精神 生命就会黯然失色 生去所然 健康还是一个人幸福的前提 拥有健康身心的人 更容易保持乐观 而乐观正是培养积极生活态度 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一个懂小麦丰富的人 往往懂得健康这道 把维护健康看作是生命的崇高责任 一个不爱惜自己生命的人 又怎么能体验幸福的滋味呢 只有充沛的生命力 才可以抵抗各种疾病 度过各种难关 迎接一个又一个的条件 健康的身体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没有健康 一切都无从谈起 而拥有了健康 就可以去创造一切 拥有一切 也只有健康 才是人生最为宝贵的财富 健康既是事业成功的保障 也是人们成就事业的本贤 本身健康与身心健康 两者是相辅相成 相互影响的 且由制约着人际关系和谐与否 尤其是信心和勇气 这两种心理状态 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 一个身体不健康的人 常常是思想消极 悲观 缺乏信心和勇气的 难以产生创造性的思维 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 具有健康的体魄 才能经受得起各种挑战和挫折 成就一番事业 本孤之荣 身根叶茂 要成就一番事业 就必须要有健康的支撑 因为只有拥有了健康 你才有足够的精力 去开创事业的成功 另外 现在生活节奏快 压力大 很多家庭忽视了 对家人健康的经营 其实我们需要将健康 列为家庭的一个重点来维护 无论贫困或富裕 健康才是幸福的基础 健康是一种自由 健康是一种财富 健康更是一种幸福 对于所有幸福美满的家庭来说 他们都拥有着共同的财富 那就是健康 健康是每个家庭幸福的源泉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